那在這張結還沒開始之前 很麻煩各位 幫忙一下 訂閱我們的Youtube 然後還有FB按讚跟IG的追蹤 哈囉大家好 上一張我們有聊到就是 我們的主要構建是不需要更換的 那 但是有耗材必須要更換 那我們這張就來了解一下 耗材的更換的時機點 跟他的一些標準規範在哪裡 然後跟大家來說明 那我們先從耗材 耗材我們當然聽 最最先了解的就大概是離合幾片 那我們先講到 壓板的部分 我們大家想像一下這個啊 就這是彈簧壓板 上一陣子講這是內座齒盤 那彈簧壓板內座齒盤的功用就是在定位 這個 彈簧壓板的中心旋轉 如果沒有這個內座齒盤的話 當然這個彈簧壓板跟壓板的部分可能就是隨意的旋轉 他的原心就不會跟他在同一個 那有這個 內座齒盤的話 他就會跟他一起 中心定位跟著旋轉 好 那相對的 離合器片的部分 我們就必須要跟 依靠 傳遞外蓋這個部分來做 中心定位旋轉 像這一片是新的耗材 離合器片 然後外蓋的部分 我們來放上 外蓋的部分的時候 你會看到 這個 這個 我們在旋轉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 離合器片其實是正中心 他會旋空 大家會看到旋空 他表示這八個齒都有定位的這個 離合器片 然後這個離合器片就會跟著這個 傳遞外蓋做同一個原心的旋轉 那我們來舉例一下 像 這一片是耗材是使用過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齒 已經變得很寬 那當放在 傳遞外蓋上面的時候 他是會掉下來 他是沒有辦法 hold住的 這個外蓋是沒有辦法hold住他 所以 他是會偏心旋轉 那偏心旋轉會導致什麼情況呢 我們就想 我們那座齒盤中心 裡面都會放置小彈簧 那小彈簧 當這個 中心旋轉是 一起有 新的離合器片的話 他是不會互相干涉 但是當他開始偏心的時候 他是會互相干涉到 裡面的小彈簧的部分 所以這個會導致作動不順 那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討論到 這個 離合器片這個外齒的部分 到底 寬度大概是多少 其實我們在 我們的網站上面 其實也有公告 這個呢 他的尺寬呢 新品的話是 大概9.5mm 那 我們建議只是到 11mm的時候 他必須更換 那他的量測方式 當然就是拿 迷你卡尺 然後 用卡尺量 針對 裡面的部分 裡面這個尺的部分 做 量測 那如果這個一量測起來 他的 只是超過11的話 那就必須要更換 這是 離合器外齒的部分 那再來是我們講到 離合器片厚度的部分 像我們新品啊 這個厚度呢 中型的數格達 他的標準厚度是 3.6mm 3.6mm 當然就是 直接用 迷你卡尺量測 就可以知道了 那舊品的話 如果使用耗材的話 我們的規範值 是建議在 3.2mm 3.2mm 必須要更換 那 他的量測方式 也比較不太一樣 我們夾頭呢 是必須要量測在 那個 離合器片的最外圍 最外圍 去量測 那因為最外圍跟 最內圍的量測 的數值會不太一樣 因為磨耗的關係 所以 實際上 我們是在量測 這個離合器片的 最外側 這裡面 離合器片外側 只要一量 他的 離合器的厚度 低於 3.2mm 或接近3.2mm的話 就必須要更換 那 3.2mm到3.6mm 這是新品 3.6mm 3.2mm 那3.2mm的話中間這個相差有 將近 0.4mm 大概就是俗稱的40條 那40條的話 我們在台灣大數據 收集下來 他的正常的磨耗值呢 大概就是 20條為5000公里 20條 也就是說 你5000公里要回來做 維修保養的時候 他量 技師會幫你量測 他如果剩3.4 表示你的 離合器片是正常磨耗 這個傳統是調整的 是非常正常 那假如過度磨耗的話 那相對當然就是 是不是使用上的習慣不太一樣 或是騎乘方式不同 那再來就是可能 有攸關傳動的調整 到底有沒有正確 來讓這個磨耗值是比較正常 所以 我們建議大概5000公里的話 回來做保養的 部分 那 還有一個保養 為什麼說5000公里 回來做量測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我們的離合器 我們離合器的 配動珠子在下面 所以正向力是往上 那我們離合器這個是空檔的時候 當它開始作動的時候 它 第一個推擠的 方向一定是在接觸到這個 離合器片的最底層 這一面 那最少推擠的話 就是最上面這一面 所以 這一片呢 這一片的 這一面的離合器 的皮 它一定會損耗比較多 那這一面一定會比較少 那建議 所以它類似像 建議5000公里要回來做離合器片的 對調 對調的方式 因為 就有點像我們汽車 我們汽車有分前驅後驅 那不管 如果是前驅車的話 你可能開個15000公里 就可能把後輪跟前輪要互相對調 它的磨耗才會平均 這個 道理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 我們會建議5000公里回來做維修保養 原因就是在 請計師幫你把離合器片 做一個對調的動作 讓這個離合器片的 耗材的使用壽命可以拉長 那如果都不回來做對調呢 當然這一面的磨耗值會更加快 這一片呢 我們大數據收集下來 可能8000公里 8000公里這一面的 離合器皮可能已經磨到沒有皮了 那這個時候要對調 也都來不及 可能就必須要更換耗材 所以建議5000公里來做一個維修保養 來檢查你的離合器片 順便檢查你的磨耗值 是不是正常 讓你的離合器片的壽命 可以再拉長一點 好 OK我們剛剛講完了 我們耗材保養的基準之後 我們現在來重整一下 STC 保養及更換耗材的時機點 那我們看到這張表 事實上我們在認真店家其實都看得到 那第一點當然就是新安裝完成的時候 建議三五百公里做一個磨合期 為什麼磨合期 我很了解各位的心態 因為新安裝 這個單價不菲的 離合器之後 大家都會想要趕快了解 他到底有多厲害 到底有多抓 但事實上有可能在這個時間點 你可能就把 你新安裝完成的離合器給弄壞了 好 那我們先打個比方好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曾經換過新的來臨片 或新的煞車皮 或者是甚至新的碟盤的時候 是 沒有煞車的 大家回想一下 當然 你可能會回答我 有啊 我換完新的東西 新的煞車的時候 都有誰 都有煞車 但是事實上其實是在 祭司在幫你換裝這些東西後 進行做一個磨合的動作 他才會讓你煞車 那事實上新安裝完成 碟盤或新的來臨片的時候 是沒有煞車的 那我們的離合器 相對也是 因為其實任何平面的東西 如果都沒有磨合的情況下 他是沒有辦法 把他的那個 應該說磨擦係數 或是這個磨擦力部分 可以展現出來 所以 建議新安裝完成的時候 那其實 磨合是什麼樣 就是說 離合器最怕的東西就是 其實是 接合那瞬間 也就是說 動磨擦到近磨擦 這個 這個時機點 那 動磨擦是怎樣 就是你清吹油門的時候 車子開始接合的時候 到完成接合 就完成近磨擦之後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 沒有磨合的動作 你直接給他大油門的時候 表示他的 負載會很大 也就是說 動磨擦到近磨擦 這個時機點 負載很大的時候 相對 他更抓不住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高溫 有可能導致你的離合器片 這個時候就有可能會燒掉 當然 建議還是磨合的動作就是先 輕吹油門 起步的時候都輕吹油門 讓他的負載是小一點 然後當他完成近磨擦機 也就是說 結合完成的時候 你油門要怎麼給都沒有關係 所以 盡量在新安裝完成的時候 在三五百公里里面 做這樣的動作 你會發現你的離合器 結合的 順暢度會越來越好 而且會越來越抓 這個是磨合期 這個一定要注意 然後在 第三個部分就是 我們剛才 上面提到的就是 三五千公里做離合器片的 對調 跟保養 那我們剛才也提到 我們還是重生一下 保養的部分 當然就是離合器片對調 跟裡面所有的清潔的動作 那 離合器片對調呢 就是 祭司的部分 當然就是把你最 他最終的目的就是要讓你的 耗材的壽命可以拉長 那保養清潔的部分 其實事實上大家都會明白 機車 每一千公里會來 主動會來換機油這件事情 因為你 明白了解 你的機油如果不換的話 引擎可能會壞掉 所以會導致花很多錢來修理 但是相對其實傳動箱的部分 所有的零組件也都是損耗品 也都是消耗品 所以 盡量不要 騎到 比如說很多人都會騎到 皮帶斷掉了 才會想說要來整理你的 傳動箱 那這一次 一次花的錢 可能會更多 那 機能三五千公里 大概五千公里 一般 一般的機能大概五千公里的話 來做一個保養 大概有點類似像分期付款的方式 讓 祭司 可以清楚的了解你的皮帶狀況 不利豬 不利盤的狀況 包括離合器的狀況 讓你的車 的傳輸效率可以一直達在 一定的 水準上 當然如果你都不保養 他當然是會越來越差 這個大概就是 保養的觀念 所以這個大家要明白清楚 就是說 離合器片做三五千公里 那 當然 我們剛才有提到 那個 祭司會幫你量測 這個 離合器片的厚度 可以讓你知道你下一次 大概是什麼時機點要來做更換 耗材 那當然就是第四點就是更換耗材 大概 八千到一萬公里的部分 那八千到一萬公里的時候 當然 如果你的騎車習慣是好的 所以 祭司都會量測 你的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基準值 那如果他還沒有到3.2mini的話 那表示你的騎車習慣還不錯 那恭喜你就 這個離合器片的耗材 你就繼續使用 可能 那個祭司就會判定 那你可能再騎多少 再來更換 那如果這個時候一兩 大概一萬公里 一兩大概就是 快接近3.2 甚至3.2以下的話 那就 針對這個耗材的部分 把它更換起來 這樣 這顆離合器 就等於等同 好 重新換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箭頭 因為這個離合器是主要構建 是不會換 更換的 那 更換耗材之後 因為所有離合器的反應 都是在 在關於這些耗材 當這些耗材 花了便宜的 這個耗材的 成本的時候 你換完之後 你等於 重新 安裝一顆 全新的 離合器的感受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 所以 你花了少少的錢 然後你就可以重新得到一個新的 離合器一樣 那新 當然 就等於是新安裝完成 建議 一樣 照著這個篩口 一樣磨合 一樣5000公里來把我們對調 一樣 更換耗材 這個離合器是可以持續一直使用的 這是要讓大家了解 也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的離合器 首次單價會這麼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主要構建 大家第一次買的是這個結構行為 後續只要更換耗材 就可以讓你這個離合器 可以持續持續的使用 OK 決定